- 资料图,印度空军幻影2000战斗机,去新德里电视台报道,印度当地时间26日凌晨,12架印度空军幻影2000战斗机, 袭击了一个武装分子营地,放了一吨左右的架弹,整个空袭过程持续约21分钟,大约300名武装分子被倾缴。 爆炸发生后,印度军方开始展开调查图源,路透社,据悉,这是2月14日,恐怖组织组织穆罕默德军进行了一次自杀之袭击,造成至少42名警察部队人员死亡后,拧度采取的报复行动。 印度军机冤架的物件砸众地面后的景象图源,八枚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阿西弗加弗26日透露,印度空军越过了实际控制线,巴基斯坦空军立即作出回应,印度战斗机随即返航。 他表示,面对巴基斯坦空军即使有效的反应,这架印度飞机匆忙抛弃挂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损失。 巴总理伊姆兰汉就此次事件召集紧急会议,突然,巴梅巴总理伊姆兰汉就此次事件召集紧急会议,其办公事就事件发表声明,发出严厉谴责,印度进行了不必要的侵略行为,巴基斯坦应该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作出回应。 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谴责这是严重的侵略行径,称把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反击任何侵略的准备。 媒体评论称,此次空袭将让人已紧张的印巴关系更加恶化。 英国卫报称,巴基斯坦追报之后,向印度海话,现在轮。 倒你准备好接受来自我们的惊喜了。 资料图,印度时报报道截图举印度时报报道,当地时间26日下午5点半开始,巴基斯坦使用重型武器,向印度查摩、彭奇、拉甲乌里三个地区的12个地点,发动了猛烈炮击,造成5名印度士兵受伤,其中2人已送往医院,另外3人轻伤,另有2间房屋遭到损毁。 报道称,据印度官员透露,之后印度方面也进行了反击。 印度称防空警戒力量26日击落的巴基斯坦无人机,图源,信没有,据印度ANI新闻事报道,就在印度战机,突入巴空克什米尔几个小时后, 一架巴基斯坦无人机,在印度古吉拉特巴边境沿线地区被击落。 图雷本次行动中必经营巴边境的印度,CB-80云1号Z17运输机,图源,凤凰网至今日印度报道, 印度踏出大批军机,顿身处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组织摩罕默德权进行空袭。 在整个军事行动中,印度空军除出动多大12架幻影副2000战机外, 至少还向印巴边界派遣了一架安抚32运输机,一架Z17运输机,与一架ERJ145天空之野预警机。 其中,Z17是印度空军中多位最大的军机,而ERJ145天空之野预警机, 则被认为整体性能优于费尔康,是印度空军现役性能最强的预警机。 据美联社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月27日,巴基斯坦警方称印军破击, 炮击中驻车区,导致6名平民死亡,数人受伤。 资料图,巴基斯坦空军F-16战机,据印度时报网站2月27日报道, 巴基斯坦空军的一架F-16战机,被印度空军击落。 印度媒体Opinion,表示,这架F-16战机在进入印度领空,遭遇了印度空军的苏-30战机。 巴基斯坦军方称,巴基斯坦军队击落了两架印度飞机土员, 巴维就在不久前,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宣布,巴基斯坦军队击落了两架印度飞机, 一名印度飞行员被俘,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 图元,印美印美表示,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 在冲突升级后,已经抵达内部部,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汉,也已经下令召开国家指挥局会议。 巴基斯坦外交部则表示,巴基斯坦无意升级局势, 但如果被迫卷入冲突,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图元,外交部网站, 针对印度空军运渐越过时空线, 对位于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主义势力, 进行了空袭仪式。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2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 我们希望双方都能保持克制, 能够采取有助于稳定地区局势, 有助于改善相互关系的举动,而不是相反。 同时,也希望巴基斯坦双方能够共同推进反恐合作, 共同地维护南亚地区的和平、安宁与稳定。 王毅在浙江乌镇会见前来出席中俄领外长会晤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 夫突然,外交部, 中国外交部26日消息, 同日国务委员警外长王毅在浙江乌镇会见前来出席中俄领外长会晤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据报,针对印巴克什米尔冲突, 俄罗斯外星通讯社愿意专家观点, 认为中俄共同立场, 对缓和印巴紧张局势至关重要。 拉夫罗夫与印度外长斯瓦拉及 SUSHMASWARAC讨论定于27日, 俄罗斯国家现代意识形态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伊格尔沙克罗夫认为, 此次中俄印外长会晤, 有可能讨论印巴冲突, 中俄共同立场, 对缓和印巴紧张局势至关重要, 印度和巴基斯坦, 都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该组织努力确保其矿架内的合作, 有助于解决各国之间存在的问题。 王毅此前对巴基斯坦爱掌护雷席表示, 中方支持巴黎双方, 尽快通过对话妥善解决问题, 地面局势紧张升级。 来源, 拍投兵ID, 高主, 综合环球党, 凤凰网, 观察局网等编辑, 夫夫。 本期见!